实际上,很多电影取景地都成为了备受游客追捧的旅游目的地 值得一提的是,电影飘的故事放映并取得成功之后 大量游客已涌入河江省同文县宠拉乡的飘之屋 亦或是电影金刚《骷髅岛鱼》2017年上映后 宁平省长安世界遗产群接待游客量已出现突破性增长 然而,与区域内许多国家相比,越南对外国制片组的吸引力还不太强 甚至国内制片组在寻找取景地时也遇到不少障碍 为了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,2023年,越南电影发展促进协会正式公布对设置组吸引力指数 旨在评估各省市的关注程度,同时增强各地方的吸引力,敞开大门迎接制片组 为电影设置组乃至文化活动铺平道路 是为推广地方旅游形象,吸引游客,打造当地特色品牌等方面,敞开机会大门等